哈囉 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來做一個開箱的活動 那今天的產品是什麼 今天產品是空氣清淨機 那它的型號是 LSK800 那我們現在來做開箱活動囉 會有一個說明書 對 使用資源一定要先閱讀說明書 可以檢查所有的配件 那我們現在開始囉 首先 我們先來試轉一下 它附設的輪子非常的靜音 而且順暢 再來 我們記得要先把包裝上 所有的塑膠包裝給拆掉 還有濾網裡面的喔 來 我們測試完 輪子的順暢度以後 我們再來就要進行做 整機的 開始的所有的測試 以及了解 首先 這裡有一個警告標誌 要在啟動空氣清淨機前 要去除濾網上的所有包裝喔 我們檢查一下 這邊我們會附一個說明書 還有一個遙控器 那我們開始來拆包裝吧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是整機的所有結構的介紹 首先這是正面 這裡有公司的品牌 順暢空機 是 再來 我們這一次 空氣清淨機它的進風原理是由雙側進風 然後由上吹風 所以它的兩側是我們的過濾網裝置的地方 再來我們介紹它的後面 第一是我們的電線在這裡 然後再來 還有一個粉塵傳染器 在這個地方 然後還有我們的束帆風機的這個規格標籤 那要注意的是這邊有我們的製造號碼 跟你的保護有關喔 所以千萬不要撕起來 好 再來我們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要先開始來檢查一下它的過濾網設備 好 開始 我們打開這個外觀的過濾網片之外 第一個我們會先看到的是這一個 塑膠濾網可以過濾毛髮 然後你的寵物毛髮或是人體毛髮粉塵 可以從這個先過濾 對 再來我們裡面會有一個塑膠袋包著的一個 Tipop的這個 Tipop複合濾網 它是 這邊是毒碳纖維可以幫你去除臭味 然後這邊可以有效過濾的 PM2.5的 那我們要把它的塑膠膜先拆開喔 雙重的過濾雙重的保護 所以一般的層面上的過濾網 它可能就只有一個過濾的系統 但是我們這個機子 它是有兩面雙側的過濾 完全的過濾系統的整合 所以我們現在再把它裝回去 記得它這個外觀上面 我們的白色 這個是我們的 槽內 對 披炭要槽內 對 你們看的過濾會去除臭味 所以要在外面 對 先優先去除臭味 好 接下來我們再將 這裡有兩個卡榫 對 記得上面的板扣輕輕的壓回去就可以了 讓它可以集成一個固定 再來我們的外殼 再復原就可以了 非常的簡單 OK 可以了 那這台空間輕輕輕機 我們記得要把說明書拿出來 記得翻到保固卡這一頁 到官網填寫保固資料喔 我們上官網填寫保固資料 會送你半年的在延長半年保固 還會再送你多的新的一組的濾網 要記得喔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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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